11點14分 持續帶你來關心一下天氣方面的最新磁秀了 我們可以看到山陀兒颱風 它已經在今天清晨的5點中 已經減弱為是熱帶性低氣壓 那氣象鼠也已經在早上的5點半 解除了它的路上還有海上的颱風警報 但是我們來看看這張圖 也就是雷達回波 大批發現其實現在水氣還是蠻豐沛的 說到它環流的影響性 包含北台灣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上空都還是持續有一些回波的 先來看到現在水量最多的出現在 在新北市的淡水是有32毫米 那在新北市的石門也就是北海岸這個地方 也將近的水量是有31毫米左右 那至於今天整天的累積量上面來看的話 最多是出現在陽明山 台北市的陽明山在今天累積量下來 是高達了230毫米 所以再度提醒大家 尤其現在來說 上次在北海岸還有在台北山區 另外在東半部地區 尤其上次在台東要特別留意 今天還是容易會有一些局部陣雨 到局部大雨的發生 那這樣的雨勢又會持續到什麼樣的時間點呢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定量上水域暴徒 大家可以看到早上的時間的雨勢 都是集中在尤其北海岸還有在北部山區 另外還有在花蓮跟台東的這些地方 那剛剛也有看到今天日累積量最多的地方 就是現在台北市的陽明山 日累積量是已經高達了200多毫米了 那以現在這個降雨狀況來看 大概就是持續到今天的上半天 因為今天下半天之後 這個熱帶型低氣壓 它的外圍環流雲性會開始逐步的消散 所以到了今天下半天之後 開始其實水氣就會開始慢慢的減少 但是包含像在北海岸還有在宜蘭這塊 還是容易會有一些飄雨到局部陣雨的現象 東半部地區尤其像在花蓮台東 靠近沿海的地方 在今天下午到晚上時間 也還是容易會有一些飄雨到局部陣雨發生的情形 那我們剛剛都帶大家來看到的是雨的部分 那接下來還是要留意的是長浪還有強風了 我們就來看看長浪現在的最新訊息 包括上次在馬祖 現在來說有偵測到5米左右的浪高 那另外在富貴角也有將近6米左右的浪高 在花蓮來說的話浪高也將近是有2到3米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尤其今天北部海面 還有在東半部地區海面來說的話 還是容易會有長浪的發生 所以今天沿海作業還是要盡量避免一下 那至於強風特報來說的話 現在還是在持續發佈當中的 包含像是馬祖還有澎湖跟桃園沿海 要盛防是容易會有9到10級的強陣風 那另外北海岸還有新竹到雲林沿海 也是要盛防容易會有8到9級強陣風的發生 所以雖然說現在這個颱風已經簡認為是熱帶性低氣壓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來說風還有雨 還是在上半天的時間還是蠻大的 尤其剛剛也提醒在西半部沿海各地 容易會有9到10級左右的強陣風 那另外在雨勢方面的話 就是集中在北海岸還有在北部山區 另外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都容易會有一些局部鎮雨到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尤其像這樣的狀況 就會持續到今天的上半天 要到今天的下半天 降雨狀況才會開始逐步的趨緩 在北部大雨活動 都還是會發生氣壓力 可能會開始逐步的趨緩